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台中市政府开放411个社区关怀据点 而其中也包括了大理的大型社区 一早就有许多的阿公阿嬷来到了据点走一走聊聊天 而农会也特别带来了小黄瓜以及白米等等的物资 为长辈们加菜 这场面是相当热络 我第一张就好 我第一张就好 志工带领爷爷奶奶跳起健康促进活动 整个大型社区活动中心充满活泼朝气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聚在一起活动 现在疫情趋缓 据点才得以重新运作 是否可以健康 整体不健康 然后就不舒服 现在没有来 对 现在没有来 现在你都可以来吃 然后又来这 欢喜啊 对呢 来这吃欢喜啊 来这里大家快乐 还没聊 大新社区表示 关怀据点规划健康促进 及才艺课程等等 已经是临近老人家的生活重心 听到据点重启 一早就有许多人前来报道 农会也特地带来了小黄瓜 以及白米等物资 为长辈们加菜 并且关心老人家的健康情况 今天一来 也是已经看到我们很多长者 很热烈 所以我们农会提供我们的小黄瓜 小黄瓜这就是往事栽种 帮助我们的青龙 青龙有栽种小黄瓜小番茄 再来就是我们的水燕菜 水燕菜也是我们台里的农产品 再来就是我们的白米 都是一样东西 都是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这段日子三个多月来 长者在街上遇到我一直问 说他们在家里确实很无聊 都看电视都跑不到哪里去 而且这次社会科已经有打电话 有公文到我们这边说可以开放 所以我才敢开放 虽然关怀据点开放 量体温酒精消毒等相关的防疫措施 仍会实施 同时为了避免感染风险 目前只能提供餐点但不供餐 让长辈们能够在这里安心聚会 健康乐活 接下来春风台中采访报道